毛系支气管炎患儿的家长病例研究 Claire和Sean一家的故事 我们是五口之家 有三个孩子 老大Elijah十二岁 还有一对双胞胎 八岁的Isaac和Evie 我们还养了一只可爱的鸡毛腊犬Asher 双胞胎大约三周大的时候生过一次病 当时我们以为只是一场严重的感冒 但是他们病得很重 吃不好 睡不好 没有精神 对吧 所以我们去看了全科医生 他给双胞胎做了检查 然后他向我们保证 双胞胎没事 我们也做得很好 大约三天后 双胞胎开始发烧 我们不知道要不要紧 所以我们又带着孩子去看全科医生 到诊所几分钟后 医生只看了Isaac一眼 就催促我们赶紧送孩子去医院 当时Isaac病得非常严重 他已经非常非常虚弱 几乎不能呼吸了 他的皮肤完全变成了蓝色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种颜色 真是太吓人了 当时来了一只南安普顿的专家小组 他们把Isaac送到手术室 同一时间 Ivy也被转移到一个病房 我爸看着他 医生在密切观察他 给他吸氧 Isaac一出手术室 医生就告诉我们 要把Isaac送到另一家医院 然后Isaac就直接 住进了儿科重症监护室 我们当时不知所措也很困惑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孩子怎么了 等拿到出院单后 我们才知道孩子得了什么病 Isaac出院后 为了方便给他喂食 他又被转移到第一家医院 住了几天 当我们拿到出院单时 我看到Isaac得的是毛细支气管炎 并伴有严重的败血症 我们从没听说过毛细支气管炎和RSV 我们的产前课程没有说到这个 健康家访员也没有给我们提供 这方面的任何信息 现在我们知道了 我们也知道大多数孩子 在家就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当时我们家的两个孩子都住院了 Ivy吸了几天氧气 Isaac病得更重 他后来都发展成败血症了 我想说的是孩子病得重不重 作为父母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另外不要随意让人来看你的孩子 特别是孩子刚出生时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卫生情况 谁知道来看孩子的人 是不是已经得了感冒了呢 当然了 我们的双胞胎现在已经完全康复 而且身体不棒 然后到这个时候 在这些而且表情洗的时候 我们再商量看 commitments 我们再商量看 荒 使得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